兄弟们都说我们的均衡之锤为啥平衡点调度那么低 因为我是跟大家都是球友 我身边的业余爱好者是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教练都过得多 我每个月都要去很多的球馆 我知道各位羽毛球爱好者怎么样能够赢球 在场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球馆 我为什么要把平衡点调度低 我们来打球手 这种抽打 OK 是最多的 特别是在打双档 你们没有感觉到所有的业余来方在场上 其实那种高调杀打的还并不多 都是这种僵持的对抽的球 如果我把这一把均衡之锤 把它做平衡点很高 是后场经过很爽 但是你要记得业余的爱好者 抽档中场中前场的对抗是很多的 我不愿意为了后场放弃中场 我就知道羽毛球爱好者一定要强化中场 后场无所谓 只要你气速动了对了 问题都不打 下购物车 好用就留 不好用 走 好用 好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